ABC拚鬥的問題 真的啊 對 那你怎麼拿到第一名的 廚藝也有國際語言 國際語言 首語 首語 對 就是像尖的時候就這樣 尖 然後 炒是這樣 炒 炒是這樣 炸這樣 炸是這樣 然後真就是這樣 對 真 就國際首語 所以你就廚師說要切好 尖 尖 這樣的時候 你不用講任何音話 他們沒有汆燙嗎 有啊 這樣子啊 這樣 過來一下 那火起來怎麼比 火起來 兩手 這樣是火起來 真的假的 真的啊 真的啊 在廚房國際首語 因為剛剛過英文也不會 那烤呢 烤呢 烤喔 烤就是要開烤箱嗎 開烤箱 真的假的 那開冰箱怎麼辦 開冰箱就會覺得很懶難看 我就這樣 我就這樣拉那個講 真的 沒有 開烤箱 開冰箱 那個就是比較 比較雙夜一點 你再看一下你的證書 什麼講說之類的 因為我之前在台灣 就從16歲開始 蠻對參與有興趣 那我在台灣有 我畢業後我有去比賽 然後全國競爭競賽 競賽北施區第三門 對 那北施區的 看這個 看這個 對不對 怎麼這麼厲害 參加第31屆全國競爭競賽 西餐烹飪職類競賽成績 競評定及格 然後這次是第三名 即格 意思又通過啦 應該是假作啦 然後這可以是第三名 好 這個第三名的好不好 對 西餐烹飪的第三名好不好 馬英九頒給你 哇 你這樣在台灣才及格跟第三名 那結果怎麼到澳洲就變第一名 努力就會變第一名 是... 沒有啦 剛好 藍帶都在學什麼啦 對啊 藍帶裡面就是 主要是以法式料理為主 就是傳統的法式料理 那他們進去他們會有初級中級高級 對... 然後等到高級之後就變 比較精緻的法式料理 接下來第三位呢 是我們旅美行銷公關黃毅雅 歡迎 歡迎 大家好 妳是在美國的這個矽谷那邊念研究所 然後工作 對 我其實我是在舊金山念研究所 然後... 但是我住的地方是在矽谷 那其實矽谷離舊金山不太遠的 就是妳如果坐像我們所謂的捷運的話 大概一個小時就會倒了 對 可是妳是現在台灣已經工作六年了嘛 才出國的是不是 對 為什麼會決定這樣出國讀書 就是 就是為愛走天涯這樣 對 所以那時候 所以那個愛現在還在嗎 就是因為不在所以回來 好遺憾喔 好遺憾喔 但是有時候女人為了愛去做的事情 其實也豐富了人生對不對 對 其實那時候 去的時候會滿抱著理想啊 就覺得說 去了以後一定可以馬上去結婚啊 她又有身分啊 我就可以馬上變美國人啊這樣 但去了之後就會發現說 其實 美國人的思想 雖然她是ABC 然後妳就會發現說 美國人的思想是會覺得 妳要靠妳自己努力 所以她就會覺得 再加上她不昏足 所以我後來就決定 我如果愛她 我要跟她在一起一輩子 我就必須要靠我自己拿到身分 所以我就先從學生身分開始拿 這也是因為我為什麼要念碩士 因為我從來沒有想到說 我要念碩士啊 後來念碩士以後呢 然後我就想說 好 學生身分沒了 我就必須要拿工作身分 就這樣待在媳婦上班 這就是我的故事 我這樣感覺跟她講 好感人喔 還要 我還要聽 你幹嘛這樣那麼厲害 好… 妳在家人家哭了 重點 有一天會幸福的 謝謝… 謝謝… 謝謝你們的鼓勵 我會這樣 你發專輯啦 好… 我會募款… 好 好 我會買一張… 前作這樣 所以聽她這整段歷程 我覺得她今天可以給我們大學生 很大的幫助 對 我來問問看大學生好了 假如你們離鄉背井 去別的國家工作 妳會考慮什麼樣的條件呢 蘿莉塔 就是我會考慮生活環境 因為我有朋友 他就是去中南美工作 結果回來就得了虐疾 就是因為太髒了 那邊太髒了 然後就是他去之前 還要打很多什麼預防針 什麼… 結果回來還是虐疾這樣子 那我就覺得 那種地方我應該就會不想去 如果其實到國外去 除了工作的環境之外 其實很大的一個部分 是待遇的部分啦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三位這個字本 讓我們大家參考一下 雲飛是到法國去嘛 對不對 然後內容是教英文 那這個我們的明廷呢 她是在澳洲 這個飯店當領班 那第三位的益雅呢 是在美國戲谷當行銷公關主管 所以要請大學人猜 請問你覺得哪一位的身價最高 國外福利雖然好 生活卻讓人頭很大